透过厨艺的教导 希望能够帮助民众成为习食高手 高雄餐旅大学为推动大学在地实践 善尽社会责任 由中餐厨艺系主任陈振中 带领100多位师生 参加高词种港都千人习食饗宴活动 让学生发挥所学 将集其食物与丑蔬果 作为丰盛的美食 这次国立高雄餐旅大学 一共结合了我们整个厨艺科系 包含国主总共100多位的师生 来这里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对学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可以让他们有实际经验 实证经验 那再来也可以为社会大众 贡献一些自己所学的专业 来回馈社会 那其实习府是一个非常 尤其是这个社会上 而且非常要实行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把不是圣语 我们常常不是圣语 而是把剩下的好的食材 在经过加工之后 让每一个 每一个不管是弱势团体也好 或者是独肌老年也好 他们也可以享受一场 非常丰富的一餐午餐的享宴 那我们会借由学生 在课堂上的一些手教 然后再结合他们的专场 然后再结合现有的食材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结合 陈振中主任与学生 利用新鲜的丑蔬果 不合规格的生鲜食物 及其食物 吃不完的熟食 与料理过程剩下的食材 设计出八道圆满洗食餐点 制作110桌色香味俱全的 千人创意菜 并教导民众 如何透过简单的烹饪 成为洗食高手 十方新闻黄辉如乌中瑞 高雄采访报道